2月1日晚上8点左右 位于泰国曼谷鲜罗百利公商场和BTS鲜罗站附近 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 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 据成爆炸发生在鲜罗百利公瀑布前与轻轨的相连桥上 现场可见到一个被扎烂的垃圾桶 当晚现场有超过30名军人和警察在轻轨站戒备 根据泰国警方爆破侦查小组在现场的调查发现 有两枚优雷管引爆的自制炸弹藏在变压器后面 使用铁钉做导火线 再通过数字手表引爆 警方初步怀疑是人为之暴 有人故意捣乱 泰国国家警署办公室发言人巴雾1号晚上接受媒体采访称 警方将连夜工作排除附近的潜在危险 争取在2号早上使轻轨能正常运营 不给乘客造成影响